男人用铁链将女孩的头锁在石墨上 接着一名壮汉抡起铁车 将一头老牛从祭台上投入了黄河 女孩看着这一幕绝望地说道 来世 做不 做狗 也不再做女人 就在壮汉再次动手时 却被人拦了下来 女孩的哥哥带人及时赶到 打开锁链就出了女孩 然后一路逃窜到了黄河下游 但村民一直紧追不舍 两人只好穿过陡峭的悬崖 逃到了一处吊桥上 但没成想被前后夹击堵在了桥中间 彻底陷入了绝境 眼看已经无路可逃 女孩的眼里充满了绝望 一把夺过哥哥手里的大刀 直接斩断了吊桥 连同追杀的村民一起掉入了水流湍急的黄河 但幸运的是 女孩被水冲到了岸边 豪爽粗广的康巴汉子格桑救下了她 格桑的奶奶给她取名叫雪儿达瓦 美丽的草原和朴实的藏民 让雪儿决定留下 格桑每天教她骑马牧羊 使用乌朵投石器 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 时间一场两人也因此暗生情愫 但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这天一支英国探险队进入了西藏 打着科学考察的幌子 偷偷绘制近藏的地图 带头的英国军官罗克曼 曾经随联军攻入过北京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强盗 而另一个英国人琼斯 精通汉语负责翻译 途中他们遇到了一支藏族的伤队 由于道路过于狭窄无法同时通过 于是藏民便礼貌地解释道 按照自古以来的规定 空手的应该让陀获得先过 然而罗克曼却不同意 叫嚣着要改一改规定 说完还举起步枪进行威胁 罗克曼的野蛮和无知 最终导致了雪崩 铺天盖地的大雪 淹没了无辜的藏民 而这一幕刚好被雪儿看见 两个英国人因此被救了出来 交给了藏族的头人 头人从罗克曼的背包里 发现了一个日志本 上面详细绘制了金藏的地图 但罗克曼却狡辩称这是蝴蝶 头人只好请巫师做法粘挂 而巫师竟神奇般地预测到 最近将有魔鬼从西方带来灾难 触怒山神降下灾难应当处死 随后巫师建议将两人炸死 十几米高的黄土堆上 两人被绑在了炸药桶上 随后头人命令格桑点燃了引线 但就在这时 拉萨突然传来公文 大清政府居然命令头人 立即释放两人 然后护送出藏 但此时引线已经烧到一半 关键时刻 格桑使用乌朵抛出了一块石头 但并没有砸灭引线 眼看炸药桶就要被引爆 格桑一把拿起头人喝水的茶壶 在空中转了两圈半之后甩了出去 成功浇灭了引线 救下了罗克曼和琼斯 第二天 藏族士兵将罗克曼送下了雪山 而琼斯因为受到惊吓发起了高烧 无法翻越五千米的雪山 只好留下来养病 临走之前 罗克曼将自己的打火机送给了格桑 来感谢他的救命之恩 而他们的下一次见面 就不得不兵戎相见了 另一边琼斯在藏民悉心的照顾下 病已经好得差不多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琼斯彻底融入到了藏族的生活中 这里的一切都让他十分着迷 头人女儿丹珠公主的野性和自由 更是深深地吸引到了他 但丹珠爱慕的人却是格桑 他多次主动向格桑示爱表白 但格桑却不为所动 因为他爱的人是雪儿 这天雪儿正在湖中洗澡 不料刚好被格桑撞见 格桑发疯式地冲进湖里 将雪儿从湖里拉了出来 然后头也不回走了 雪儿不知道在藏族的信仰里面 下湖洗澡会冒犯神灵降下灾祸 信仰和习俗的不同 最终让两人产生了隔阂 另一边琼斯已经完全痊愈 到了告别的时候 虽然他已经爱上丹珠公主 但他毕竟是一个洋人 两人之间不可能有结果 在离开草原之前 头人为他举办了一场欢送会 琼斯只能将不舍于难过 藏在酒里一饮而尽 琼斯离开之后 没多久草原又迎来了一个汉人 雪儿的哥哥洪志突然出现 为了能带走雪儿 他给头人送上了一份大礼 成功拿到了通关文书 接着他又找到格桑说明了来意 格桑拔出匕首瞬间暴怒 洪志也立马掏出手枪说了一句 我是他哥哥 格桑无力反驳只能借酒消愁 最终醉得不省人事 雪儿只好独自去放鸟 结果却遭到了一场巨大的暴怒 在追打牦牛时不小心陷入了沼泽 雪儿拼命挣扎 但却越陷越深 这时喝醉的格桑突然惊醒 骑着马开始寻找雪儿 就在雪儿即将被沼泽吞没时 格桑用头石的绳子 将雪儿从沼泽里救了出来 但因为长时间泡在水里 他的身体已经开始失温 从不杀生的格桑为了救雪儿 不得已掏出匕首 向牦牛借了一碗冒着热气的鲜血 喂给雪儿喝下之后 才将她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经历这次磨难之后 格桑也终于明白 爱一个人不一定要拥有 只要雪儿活着就行 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这篇头人收到拉萨传来的公文 要求将雪儿和洪志捉拿归案 雪儿只能选择离开草原 他再次换上汉人的衣服 然后跪在地上向奶奶告别 这也许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格桑骑马来到湖边暗自神伤 但突然一声马鸣声传来 格桑回头一看 雪儿骑着马又返回来了 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神圣的雪山象征着他们的爱情 雪儿最终决定留下来 但就在这时 远处突然出现了一支英国军队 格桑骑是罗克曼 立马走上前线上代表友谊的哈达 但迎接他的却是铺天盖地的炮火 强盗始终是强盗 就好比狗改不了吃屎 在琼斯的带领下 罗克曼带兵踏进了西藏 面对敌人的机枪火炮 藏族人民没有丝毫畏惧 骑马冲锋同侵略者展开了战斗 但这无疑是以卵击石 在马克庆机枪和大炮的攻击下 藏民们死伤惨壮 最终全军覆没 曾经的草原飘着青草和苏油的味道 如今却充斥着血腥和腐烂 随后罗克曼找到头人谈判 要求藏民提供一批粮食和肉 但头人却表示 藏拔和肉 我们还要留住过冬 如果多余的话 还可以去喂狗 罗克曼见头人不愿意配合 立马露出了强盗的真面目 美其名曰要为西藏带来科学和文明 但其实是想占为己有 头人看出了英国人的目的 于是伸出手说道 旺族是这个 汉族是这个 回族是这个 猛族是这个 还有满族 维族 许许多多的族 既然我们的祖先 把我们结成一个家 家里的事 就不老您的家来管了 罗克曼眼看来软的不行 立马说英国的大部队已经打到拉萨 抵抗只会增加伤亡 只要还有一个活着的藏族人 这场战争 就不会真正结束 最终谈判宣告失败 第二天英国鬼子就发起了进攻 藏民们拼死抵抗 但面对英国鬼子的长枪大炮 红志奋力杀敌最终阵亡 雪儿也被土墙压倒 而丹珠也因为带兵抗敌 被抓成为了俘虏 英国鬼子很快打进了城内 看着满屋子的文物 强盗毫不掩饰说道 将强取豪夺的行为 说得如此义正言辞 罗克曼用行动诠释了 什么才是真正的野蛮 随后罗克曼为了引出 藏在暗处的藏民 当众撕开了干珠的衣服 头人不愿看到女儿受到侮辱 带葬民从暗处杀了出来 但马克庆机枪疯狂吐着毒水 不断收割着藏民们的生命 看着头人惨死在敌人的子弹下 藏民垂头丧气失去了士气 但突然一阵天籁之音响起 丹珠充满力量的歌声 重新鼓舞了绝望中的藏民 格桑不想让丹珠受到侮辱 于是一把举起步枪 正准备开枪 突然一头白牛冲了出来 罗克曼立马朝白牛射击 但却没有记住 白牛冲到了队伍中间 英国鬼子瞬间乱了阵脚 丹珠公主趁乱拿起一个炮弹 眼神坚定地引爆了其他弹药 用生命捍卫了藏民的尊严 伴随着一声巨大的爆炸声 英国鬼子被炸得四处逃窜 爆炸结束之后 罗克曼看着七零八落的大炮 还有躺在地上的英国士兵 下令天黑之前发起总弓 是要拿下还活着的藏民 他命令琼斯带着紧盛的一门大炮 在藏族男孩的带领下 绕到后山发起进攻 男孩虽小但也懂得保家卫国 他将英国鬼子带进了沼泽 最终全部陷了进去 琼斯亲眼目睹同伴惨死 他对男孩起了杀心 于是举起了手枪 但内心仅存的良知 让他不忍扣动扳机 最终放下手枪跪在了地上 第二天英国鬼子发起了总弓 投石器来抵抗侵略 面对这种降维打击 英国鬼子成功攻上了城墙 格桑抱着受伤的雪儿 躺在炸药桶上 罗克曼看在格桑两次救他的份上 伸手想要劝响 但格桑却拿出罗克曼送的打火机 满含热泪打着了火 点燃了炸药桶选择和敌人同归于尽 伴随着英国鬼子撕心裂肺的惨叫 整个城堡都化为了灰景 只有琼斯一人活了下来 他跪在雪山面前 掏出手枪想要自我了断 但最终还是没有这个勇气 看着神圣的雪山 他终于明白 这片神圣的土地上 生活着一个永不屈服的民族 靠野蛮的强盗手段 只会被钉在耻辱柱上 没有任何一种文明 是可以凌驾于另一种文明之上的